他的格局跟他的戰鬥力 外交部長不重要 何況外交部 就是執政黨綠的 他一個人的意思是我的對象 是執政黨 不是你哪個部會 那現在有我們主席有上新聞嗎 沒吧 我們黨團 我們主席 你們主席是 主席朱立倫 朱立倫 還在當主席 你看 人家連魔化石 然後51個黨籍的立法委員 跟他的 跟他的那個是5比4的 50比40 就等於平手 同生同分 整個黨團 是他一個人 我們黨團不是白的 只有八個 五十幾個很多 這第二 第三 他在想什麼 重要吧 我分析一下 告訴他 我跟你講 徐曉昕 你看他的心 他的心理素質之強大 那個時候 跟費用泰什麼 心肺大戰的時候 他不是假摔嗎 他說他摔 你認為他假摔 沒提講 我是支持他 我幫他站台 站路口 在松山西 然後 那我們就講說 那時候民調 輸2% 那我們跟他講說 你就弄別的嘛 基層跑一跑2% 很好拉嘛 那你到蔡司長去賭他 幹嘛幹嘛 那這樣子 那很多藍的跟我們反應說 支持徐曉昕 就這樣 替他擔心 你知道嗎 說這樣自己打自己內鬥 而且打成這個樣 對對 說會不會 他的民調 不回答他藍的 你知道 結果他說 跟我們講 曉明哥 輸會 不會 跟你講 我有我的節奏 我有我的節奏 我這樣打 他說我現在如果變成溫柔婉約 我就倒了 他跟我們這樣講 他說他的節奏 這樣打 他有他的節奏 好了 我們就支持他 他這樣打 我們幫他站 他要我們做什麼 站路口啊 打電話 我們就幫他搞 然後後來選贏 就他的本領 那選贏 那崔永泰有一度超不爽 是什麼事呢 就是 我們民調三天嘛 打1068400 468通 三天這樣 第一天400通出來 我不曉得誰泄密 哇 崔永泰抓狂啊 他就有本領 搞到說 本部量贏 2.8% 就公佈 你知道嗎 一公佈 你知道產生什麼效應 一 民調 採用勝者權 第二天第三天的 也跟著他走了 你知道嗎 第二黨員投票是不是 那個那個我有勝算 那個費鴻泰嘛 然後秦慧主席幫他集結了 一兩百票兩三百票 黃福昇那個 黃福昇 他他也可以動用黃福昇 黃福昇一個什麼 基隆的主委啊 也支持他 基隆的主委是全台灣黃福昇 22個職黨部裡面的 聯誼會總幹事 就找了什麼 崇山新的黃福昇小組長什麼 哦 我說小青子怎麼那麼能幹 超厲害這小鬼 好 那民調這樣弄 民調就佔上風嘛 黨員啊 本來是碾壓嘛 老費嘛 對啊 看投出來他贏一票 最後一個最厲害的是 本來一百多個人 要跟秦慧主去投票的 有沒有 結果他 那你知道有沒有動車 我不敢說啦 可是他管理的 我就先跟記者講 秦慧主要動散步遊覽車 再人投黨員 要投費用彈 秦慧主就不敢弄了你知道嗎 這個會少這些票 說不定是關鍵 一百多票黨員在的比例 一兩趴的比例是很重要的 就他就是這樣做 他贏了就算他厲害嘛 那我們這種就是 算是老頭 落伍了 反正你的出點就一樣 好再拉回來 那徐曉欣分居他 劍術高超 可是徐曉欣要練內力 內力 徐曉欣的連任沒有意義 一定過嘛 然後再連 然後 那連任之後咧 是不是剛好講完卸任 你說台北市長大會 對啊 你現在做民調 你現在假如做民調說 如果 現在如果做民調說 這個這個 徐曉欣藍的支持度 這個很有趣 分析藍綠白 就在用在徐曉欣身上 藍的他 我講三個很厲害的好不好 他那個羅志強跟那個王鴻薇 三個是比較厲害的 OK 如果做民調 你信任藍軍的支持者 就是說五年後 假設你要支持 講完做完之後 你支持誰當臺北市長 藍的還是第一名 你覺得徐曉欣在 對 這第一 好 那綠的呢 就灌票給別人 如果你有沒有排綠 所以以後的臺北市長 有徐曉欣這個候選人 你要決定要不要排綠 很複雜 可是徐曉欣 你現在已經講到 包括藍營內部好 可以從你這段話裡面知道 你覺得藍營支持 曉欣是非常多 很多 中間選民會支持 這樣的一個對幹的方式嗎 中間選民怎麼走 我就會分析了 中間選民大概接近白吧 你同意吧 白有 白 然後看起來 柯文哲會被我們幹倒 柯文哲會弱掉 OK 那弱掉他25%的檔 就變成10%或15% 所以10%到15% 是臺北市亂竄 我目標是徐曉欣台北市長 那白呢 白有些會導向綠 那直接變綠的話 那就會手電話幹掉他 會投別人 OK 然後中間的白 他這樣做好不好 他是不是撐住這些年輕人 就是他 邁向那個叫台北市長之路 最關鍵的 那個10%的票了 今天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然你現在變成是 行碩一個跟綠營在對幹的一個情勢嘛 那當然跟綠營對幹的情勢裡面 當然他就會 普遍受到一些藍營的支持者的興奮嘛 就說繼續打繼續打 但問題不是繼續打的問題是 你的拓展性未來的拓展性會不會被萎縮 你要選市長總要有拓展性吧 尤其中間那一塊 對啊你要有拓展性吧 如果說 按照什麼好感度等等 這麼低 那相對是不是你繼續這樣下去的時候 你的拓展性是不是不足 你好感度也不高嘛 你是藍營亢奮嘛 那中間選民未必認同嘛 所以你的你的一個未來選舉 如果你只是要選個議員立委 在那個選區上面 他OK吧 但是你要跨出來的時候 你的拓展性有多高 我可不可以舉一個人來講 巧欣可不可以這樣想韓國瑜 2020那一仗 2018大勝 到了2020那一仗 你會發現支持他的 包括年紀人 包括什麼全部都不見了 然後他被塑造成很負面的一些 但是到了這一次 2024選完立法院 選完總統以後 他當立法院長 他聲量有沒有跳起來 他現在已經變立法院 非常受歡迎的人 甚至有人講說2028 韓國瑜是還有天下 巧欣難道不能這樣嗎 上公你擔心的事情 沒有問題 我先站穩了藍營 現在所有檯面上之王 那好感度低 負面什麼無所謂 等到我後面那個時候 還有很長的時間 可以拉起來啊 你看一下 是不是 你看是不是 說好感度 破五很難對不對 韓國瑜就破五啊 是嗎 對 現在可以啊 人家現在就破五 所以我就說 小心可以這樣走啊 不是 可是要先前經過一次被罷免 韓國瑜的形象的扭轉啊 但是許巧欣現在的形象有扭轉 依然是讚嘛 對啊 依然是讚 那現在比較麻煩的一件事 我覺得一件事 國民黨的人在幫許巧欣辯護的過程 我都覺得我很阿門 有一個立委辯護說 我當然在場辯護說 你看崔少哲給許巧欣的資料 我說哪裡來了崔少哲 崔少哲是立法院院方嗎 因為那關係文書是立法院印製 發送給所有立委的啊 他說你辯護要辯護對嘛 然後國防委員會有幫他辯護 許巧欣洩密 你應該去查誰第一誰給他的 誰第一個給他的誰泄密 哇 又是立法院院方泄密嘛 我說你們的你們的辯護基礎 稍微正確一點好不好 連你們都有拿到 葉原知後面也承認他有拿到啊 葉原知是教育委員會啊 那換言之是所有立委都有啊 所以辯護一現任立委 在幫許巧欣辯護用的理由 我都覺得很荒謬 因為那是立法院 他拿出來的時候 旁邊就寫立法院關係文書 那你們立委看不懂立法院裡面的 關係文書代表什麼意思嗎 那就是立法院印發嘛 當然很清楚 他們說沒有監督機制 所以我才會拿出了 兩個立法院裡面的 都可以查得到的嘛 一個葉原知說是 許小金爆料的是去年 他後面有有澄清啊 他說他跟外交部聊天的時候 外交部跟他說是去年 那我們來看去年的 去年的叫有關促進烏克蘭重建 關鍵基礎設施量的 這個在你日期都很清楚 112年12月08號的時候 院會報告四項第112案 前面括號密 OK 那就告訴你 這個是以密件形式進來 密 然後你看決議是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這什麼意思 因為他是查照案 查照案還是要交委員會審查 所以交外交委員會審查 你看 啊這就是徐曉青爆料 好 你看好 主席韓國瑜113年2月23號 113年2月3號主席韓國瑜 這也是院會 你看第十一屆 第十一屆是這一屆吧 第一會期第二次會議 第49案密 決議決議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是什麼意思 他雖然是一個查照案 嗯 交委員會審查這個查照案 那委員會可以做幾種決議 第一個是準與審查嘛 一個是不予審 選與查照 第二個是不予查照 第三個是什麼 我認為不應該是查照案 提醒院會改變為審查案 嗯 你是可以做的 你不能告訴我 他沒有監督機制 我交給你外交國防委員會 然後你告訴我說 我們就是因為要監督不能監督 不對啊 交給你們外交國防委員會 嗯 那外交國防委員會兩個招委 一個馬文君一個王定宇啊 你可以要求他們排啊 OK 如果他們不排你 你就在連署立委 你連署完 你可以加列一層或是改變一層 體制上絕對有監督機制 可是那樣就不會有聲量啊 啊 所以啊 我就說你走的地方是不對的嘛 你不要 你立委在幫他辯護的時候 說啊不能監督 啊什麼爆料者 吹哨者 我覺得你不要瞎扯了好不好 第一季沒有吹哨者 也沒有爆料者 那是立法院正式 發文給立委的公文書 OK 請你這樣講 選市長你可能不會投他 許曉信 我新北市 好 我當然不會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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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因為我沒資格投他 好吧 我也不想簽呼籍好不好 所以你基本上 你辯護的過程你讓我太納悶 嗯 嗯 太納悶 而且立委在幫許曉信辯護用這些理由 我真的覺得太納悶 很多人不買單 但像呂家愷這麼勇敢的很少 大部分的人都不敢講 大部分人上節目還是要幫忙 承諾許曉信 人家的死亡筆記本是一本哦 是啊 呂家愷為什麼敢講 呂家愷敢講原因是第一個 他的選區離許曉信很遠嘛 他自己在新北市他的那個選區 以國民黨的年輕世代來講 他就是他又有家族的背景 然後年輕表現又不錯 然後在這個政論節目上面 又看得到他人 所以他不怕許曉信 可是他對於許曉信的這一些的標準 他自己有一把子 所以他會講出他自己的心內話 那他不怕曉信 因為曉信其實在私底下 也有傳簡訊威脅過他你知道嗎 他說遭遇會對 上個禮拜 我們在那個那個 友台友台的時候 對中午的節目 在廣告時間 他只是說你覺得我看起來像許曉信嗎 曉信就發簡訊關心他了 還跟他講說你這樣 你為什麼要這樣講就對了 但是他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他認為在接下來的 2026的選舉他要連任 許曉信的這個表現 對他來講會有風險 所以我覺得他會願意 積極表態的原因是如此 那其他的人像葉元之 大概剛選完嘛 在下一次的檢驗是四年後 所以他們這些在立法院上面 一定要挺住曉信 為什麼要挺住曉信 曉信就是這樣出頭的啊 曉信現在之所以在這一件事情之前 他聲量就很高 他就是國民黨的戰神 就是這樣子得力的啊 他就是反正我就是密官啊 不服就幹啊 我只要對於民進黨我就幹啊 不管對不對 反正我衝就有聲量 國民黨就全部要靠住靠向我嘛 這個是他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得力 得到他的聲量 也因為這樣子 讓他可以打敗貝鴻泰 在鬆信選上立委 那他為什麼要改 他就繼續撐啊 因為你們現在國民黨不撐我 代表你們過去都支持錯維 所以對國民黨來講 現在當然很難很尷尬嘛 所以像那個洩密那一件事情 其實包含蔣啟成 包含比較資深的國民黨議員 都認為他這個行徑不好 但真正能夠像呂家凱出來講說 你就是不對 你就是應該道歉的人 幾乎是沒有 就只能用你知道嗎 有一點跟他講說不太好 但也不敢真正出來批評他 要求他要改正 這就是國民黨的困境嘛 那這樣對國民黨 對徐曉信一定有利 因為徐曉信在鬆信 在台北市的選區裡面 因為國民黨佔優勢 對他來講他根本沒有差 反正你們民進黨打我 打得越大力 我的支持者就會越挺我 因為這40%就是我的基本 那我請問一下 呃 市北 議員在自己的選區 因為最近大家都講到說 他的助理有沒有去 參加那個什麼 幫他去參加進化成容積會的 那個聽證會啦 然後包括說在南充山 那就跟你講 哪個議員委員 大家不會想要在自己的選區 裡面要退路根啊 那大家都會想要那嗎 因為老百姓也希望房子 五六十年七八十年的房子 你也希望能夠改新啊 或什麼 他講我這到底有什麼樣的錯 如果這樣的話 議員難道不能夠推了這個都根 我在自己選區買房子 有錯嗎 那我如果不是買在自己選區 你們搞不好講 欸你明明是這個選區的 你幹嘛去買別的選區的 我到底里外不是人怎麼辦 議員當然應該要協助推動都根 但在已經要完成的都根 那個地方去買房子 那就是瓜田裡下 你就完全沒有利益迴避嘛 因為你知道那個地方要都根 然後你買的時間點 雖然現在2021年買的那一間都根房 如果都已經整合 像那個里長成為積極 已經整合 這個我不曉得 整合了快差不多了 而且在網路上面 真的我網路上去查 那個區域啊 巴德路四段好像一百六十項 現在只有一間房子在賣 五十幾年的房子只有一間在賣 那代表已經整合了差不多了 那那個時間點 居然有人願意把它賣出來 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徐曉欣必須要告訴大家說 你怎麼這麼多 潔蘇培沒看到的 鍾小平沒看到的 你選區所有的議員都沒有看到的 剛好是徐曉欣看到 你這沒有瓜田裡下 再來 徐曉欣的這個貸款的問題 其實也是一個意義 你講你講 因為剛好小平在那邊 對對 就是貸款的問題 就是剛好你又跟婆婆 又是同一間貸款 都是富邦 然後富邦呢 也沒有出來講 就是說五十幾年的房子 如果像徐曉欣所說的 他其實要常住 他也不是要準備都更 那為什麼可以貸款貸到這麼高 還可以二代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 非常有趣 而且會令人詬病的 那我回過頭來講 你包含部分藍綠 請來609 哈哈哈哈 謝謝小平哥 謝謝小平哥 以後需要一定去那幾百歲 你有風險 那個真的可以有八成嗎 啊 你不能保八成嗎 所有都會八成起跳 就是我保障你跟徐曉欣一樣八成 是吧 哈哈 可以嗎 我來問問看 我來問問看 然後我要講的是說 金額未來 議員當然要協助 選區都更 可是自己變成那個都更的得利者 那就會讓人詬病 那你最重要的是說 你現在被質疑了 說你的助理也去參加那個南松山再生計畫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你又開始說跟我無關 金華城的容積八百四跟我無關 怎麼會跟你無關 金華城的八百四容積 他所賺的那20% 如果依法無懼的話 你身為議員 你身為立委 你身為當區的民意代表 你都應該要出來抗議 因為他拿走的 不是 不是 不是不用成本的 他拿走的是台北市民所有的容積 那你為什麼沒有意義 就會讓人家覺得你有問題 蘇菲剛剛講的 來小平 第一個就是那個貸款的那些 因為你那天在節目你有講 我也幫你講了說 你那天就講說 就只是因為他們跟銀行不熟 你只是介紹銀行 還有講說不要有什麼特權的問題 然後大家就是照一般的貸款 你有提到這一塊 可是這個貸款 包括這個房子有沒有超戰新聞 你也聽到說媒體上 有人大家在討論這些 質疑小心的人也有提到這些 對 那富邦安心貸 他也會超過八百萬的 哪個心 還好不是安心啊 然後他安心貸就是八百萬八成 可富邦就他們銀行的決策 就是可以超過八百萬 所以他房子八成 我覺得也還好啦 那當然我是支持他的 徐曉星 我是邦嘎 鍾小平 不是萬華 呂家愷 搞不好是挺他的 你看 呂家愷不是萬華選的 所以我說我我挺他 我不是呂家愷 邦嘎 呂家愷 我是邦嘎 鍾小平 你看這個我就幫他發了一個聲明 就發在我的 我有一百六十八個群組的那個 然後我就跟徐曉星講 就是我說 我的原因 就我在你節目上講 影片就扭曲我的話 我從小平說 我的原因是 當初徐曉星夫妻要買房啊 沒有經驗找我 然後呢 那富邦也是善規公司嘛 那麼大的公司 金管會也可以去查 讓外界不要曲解我的發言 對徐曉星 如果有造成傷害的話 莫須有傷害 我就幫他澄清了 所以我這個做法 應該比這個 討歡心吧 比李嘉凱應該 被徐曉星來告 好 那接下來議題就是 這個NCC 這個NCC那個 文朗東 就一直咬這個草心 對不對 那徐曉星就去 有一個叫做徐曉姐的 去NCC告 你旁邊那個說 我爺爺都有 我們也被咬了 你們也有嗎 被咬什麼 說我們有跟他查證 這個有內容不實啊 OK 去NCC檢舉的意思 所以你們兩個也被告到NCC去 被檢舉 被某人檢舉 某人檢舉 三部也有 溫朗東的說法 徐曉姐去檢舉 對不對 然後呢 他說查的話就變成市議會 這個就是徐曉星的研究室的E-mail 用這個去告的 等等等等 這溫朗東的說法 然後呢 我黨都覺得 說徐曉星這樣不好啦 你這樣弄的話 那個那些比較綠色電臺 很煩啊 然後這些什麼 製作人啊 法務啊 那些同仁啊 要疲於奔命 要弄資料給人 你問曉星說 人家說是 是從他那個發展 到底是不是有問題 我這條我還沒問 徐曉星 是不是就是 徐曉姐是不是就徐曉星 我沒有辦法證實 你再問他呢 跟他這麼熟 我這個完以後 下節目行 我來趕快回話一下 我等一下傳來給他 我問他事 然後呢 就諷刺他是徐曉平 只是你搞人家 我們不可以搞你嗎 那溫朗東大概這個意思 所以溫朗東現在跟他說 你這樣不公平啊 我讓你來有台辯論 然後他就不去嘛 徐曉星不去 然後你也不來 然後我公開辯論 打了一台你也不來 徐曉星想說 你量級不夠 徐曉星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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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理他 反正就不理他 大概有這樣的評論 那現在我就認真的 問徐曉星 到底是不是你好不好 我來問他 你可以先問一下 我來問一下 可以說 到上一個節目他說 就說 以我的個性推測 如果有不實的評論 就會檢舉很正常 OK 那檢舉本來就是 每個公民的權利 他到底是不是他罵 他沒有講那麼明白 他說只要 沒有使用特權 應該不關他們的事 倒是NCC或是節目 有沒有公布各自的問題 有攻擊性 小心 如果有談到 呂家愷不挺我的話 可以說他私下有跟我說 抱歉 就是說呂家愷有說抱歉 講完了 講完了 死命必打 有沒有 呂家愷私下有說了抱歉 對 那呂家愷沒有跟我說 他有說抱歉 他要我 崔曉星要我在節目講一下 呂家愷私下有抱歉 所以說萊茵這些人 其實還是挺他的對 OK 就是講完 然後有抱歉 就是可是我還是繼續講 可能他沒有說再繼續講 好不好 沒有講到前面 過度延伸 你再講下去 後面也有徐小姐找你 徐小姐會找我 會找李家愷 這沒辦法 因為我們的國家的規定 就是密或機密以上的等級 全部都是由主管機關來認定 嗯 那小青 小青他是立法委員 他不是行政機關 行政立法司法大家就是分立的 那行政機關所核定的這個東西 你要尊重行政機關 因為你畢竟你叫受文者 受文者就是外交部有發文過來 這邊給你的 那能夠解決到底他或者是降解密 都全部全責都是在外交部 都在行政機關 所以這是體制上的問題 這本來就沒辦法改變 那所以小青 其實用這一點 外交部其實也很深 自己心裡很清楚 因為這份文件 他不是機密以上的等級 機密以上等級 就要適用國家機密保護法 是 那這份文件屬於密集的話 那就是適用刑法 那刑法在一百三十二 裡面就提到了 公務員洩漏交付 關於這個國防以外的 因秘密的文書 就是這一份的這個 他是外交部的嘛 所以是密集的 處三連以下有集團 但是因為巧新 他不是我們所定義的行政 部門的公務員 他是屬於立法委員 所以可以用下面這個叫做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 窒息或持有第一項文書 圖書消息等等 那個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算什麼 而且可能到法院去之後 法官可能到最後 所以無罪推定的情況之下 到最後什麼都沒有 但亭輝 你有沒有注意到巧新 他的話講得更重 對 他會直接說 要關我嗎 來 對 來抓我啊 所以他又預告說 下個禮拜又要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這件什麼事 他已經告訴所有來因的人 你看 他們現在就是要 就是要政治迫害我 他把我抓去關 那你們來啊 我等你來啊 所以如果說 法律上你剛解釋的那一段事 對我們大家都法律人 真的去打官司 好啦 我在這邊可以告訴你啊 不管有罪沒罪啦 不會關啦 可不可以直接這樣講 幾乎大概是這樣 九千塊以下的罰金嘛 但他現在就把問題拉到告訴你說 他現在被破壞成這樣 巧新是寧願可能被關 你知道嗎 因為歸關他就有那種 壯式的那種概念 就被被破壞 這個畫面一出來 你剛講的那個概念什麼東西 其實巧新用了一個東西 叫什麼 因為現在執政黨叫做民進黨 你如果今天執政黨是國民黨 他可能玩這個東西 不太能夠玩得起來 當然 但如果今天是民進黨的話 他只要作為攻擊民進黨的對立面 他就可能就升量了 他可以團結所謂的非民進黨 柯文哲不是想要搞這一招 黃國昌也想搞這一招嗎 結果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他們自己本身來講搞不起來 巧新現在就在搞這一招 所以他現在不管在哪個東西 他一定要站 而且我認為他站 可能會站到明年去 而且不是只有站到什麼 選市長選立委而已 他是一路站 他站到這個結果是什麼 國民黨內部沒辦法 只能跟上去 巧新已經預告 也說下禮拜他還會 直接再站這些好不好 那他也講說那個 吳朝鮮 不要去媒體上講什麼東西 哎呦告我你也很難過 他直接說 黃索蘭給擊敗你 對不對 他直接下禮拜再嗆 但懂好 一個是告不告的問題 這個是法律上面 這個是跟公務一些 但最近講到 除了這個以外 還包括有金華城 他們家 他買的一個什麼那個房子 會不會有都更的一些問題 巧新告訴你他也沒有要都更 但這些 這些不是單純在法律型上面而已 這是某種程度 是我們講人設的一些問題 從所謂的早餐店女孩 一路到現在 那個房子我相信 綠營大概要去行錯了一次 你看許小新對不對 還不是一樣 要有一些利益糾葛在裡頭 綠營要行錯一定是最快 所以這整個來對小新來講的話 最快對他來講會有影響嗎 多少還是有一些 因為你看小新那個 像那個裡啊 就有就有一個 有一些居民 就主動繼續就拍照 最近有在塞信箱 塞什麼信箱 巧新的 問贈弄成紙本 他那個禮金有人在塞 說小新問贈的成績嗎 對不是 這個信箱是表示那個 他住家的他的信箱 塞了很多信箱 是不是很多人很久沒有回去 才會塞的這麼滿 對啊最近他最近應該都沒有回那裡 對啊對啊 所以4X貓玩說 連信箱很滿記得回來收信 消遣文嘛 一般如果我們是每天都住在那邊 信箱慶祝會去看一下 代表很多網友去那邊尋他家 你知道嗎 就像他之前去賴清德賴富家一樣 大家就那邊打卡 可是1月13日立法委員才剛選完 對啊 剛2月1號才就職嘛 對啊 第一個會期到沒走完 這個時候做這個動作幹嘛 做這個動作幹嘛 最近都是小新的 已經燒了五個禮拜了 你會想要不談 你想要不談徐小晴都不行啊 嗯 徐小晴錢太多 這時候做小文宣 這個不會是別人幫他做的 一張衛生紙 不要再虧他了 我們不要再虧他了 那個到底是半張還是一張 不曉得 但是作為當事人 你去做這個動作幹嘛 比如說地方上一定有一些 有一些訊息回來 一定會有一些聲音出來了 一定有一些訊息回來 他在做一些加強或者補強 或者固裝的動作 嗯 那 沒有影響 嗯 票沒開都不知道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 2015年 才在你的節目裡面認識徐小晴的 對 那時候多清純的一個小女生 嗯 孤軍奮戰 上一幕你看我幹嘛 沒有沒有我在看你認真的講 那時候是孤軍奮戰啊 對他那時候是在幫 包括像那個時候軍宅案啊 主要就是王如璇嘛 對對對做辯護嘛 一次一次的上嘛 每一次都在補資料嘛 嗯 你就看到到現在這個樣子 他崛起的很快啊 真的很快 那就是人設的問題 嗯 他是不是載良小姐姐 他是不是空戰小天空 都是 但是 怎麼會剛好在金華城 當然他家 他本來就住那裡 對啊 這還是科馬拉丁的出席 第一年耶 第一年第二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多嚴重 那時候不願意給金華城人 你們要東西在追的時候 你跟高家一個弄的時候 那個時候 你那時候 那時候大全台灣的注意力 當然都在寬攤體能 那不是後期耶 對啊 第一年的時候對 第二年更嚴重 對 所以金華城人是一骰一骰 剛好買那裡 當然你可以有很多解釋 可是你跟我講說 大家就會很好奇 就算八成貸款是合法的 自備款 也要兩成 小新當時怎麼去準備的自備款 所以 小新的問題就是 他其實哪有那麼複雜 好 所有的這一切 就跟網路政治崛起有關 因為他有分重 可是這種分重的話 他有上限的 他會有上限 都好你覺得那個上限 但這個上限 那個分重跟上限 一旦到現在 他已經變成藍營聲量之王道 剛講 他一個人快抵掉 是 所有另外的十一個人 沒有問題 因為喜歡不喜歡他的 全部都進去 那個一定是三釀網 對啊 黃國昌的上限就是20% 你再看另外一個聲量 黃國昌的聲量是20% 黃國昌 柯文哲的問題就是 那20%以後你怎麼辦 20%以後怎麼辦 柯文哲跨過20是靠 是靠藍綠犯錯 你後面那個會有上限 並不是聲量可以解決一切 他會有上限 小星的上限 他如果是在南松三信義 那是基本盤比例問題 台北市國民黨的上限 如果是40% 那就問啊 是不是40%都吃得到 如果 許小星是40% 未來 五年他都可以吃得死死的 那他當然就是下一任的國民黨 他也是市長 可是還是回過來問一個問題 就許小星在所有的表現裡面 他是不是真的吃定那40% 江啟臣的態度 就已經很清楚了 就是不挺 這個怎麼挺呢 我覺得 什麼誤解 他的首先就是說 你是你不應該這樣子做 你應該是在司法外交委員會裡頭 召該這個會議 問你說為什麼這是機密 其實我們如果在行政部門 我們也看過一些很鳥的密件 這也當密件 但是他就是密啊 對 那你他寫密的時候 或是機密 或絕機密的時候 更不用說絕機密 絕機密是絕對有信封拿著這樣傳的 那密件就可能還是 比較普通的這種傳法 然後夾個公文夾這樣子 但事實上他就是行政單位裡面 認為需要保密的東西 那你不能說 我覺得說 那你可以拿捷克的報紙來問啊 這也是洩漏同樣的內容嘛 那你為什麼不用那個來問 那你當場把機密文件拿出來 這個就是違法嘛 就是一個不良的示範 然後如果再這樣下去 你們就會更得不到 所謂行政部門的密件 不是嗎 因為本來一個密件的基本理論 就是說我可以告訴你一些行政部門的事情 但是呢 你們是國家的公 國家的立法委員 必須要有遵守秘密的這個默契嘛 所以我才給你給你一個所謂的密件 然後給你們可以看 但是呢你們這樣子可以拿著公開 拿著密件出來開記者會的時候 這個國家的法治還不要守 我覺得行政官行政單位濫用密件 這件事情是另外一回事 你立法院可以用密件開記者會 甚至另外一回事啊 這當然有可能這樣子做 那國家如果你真的 你就覺得這東西不夠 然後以後就可以 就你來判斷是不是密 對 放大開方便之門 那我是不是連急機密都拿出來 因為我不覺得他是急機密啊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 還是要回歸一個正常的國家的運作 跟體制來做 的確我同意鄭麗文跟這個江啟臣講 很多很 我跑立法院那麼多年 沒有看過立法委員 拿著敢拿著密件出來 這個你說陳志扁當年的揭蔽 他有沒有看過密件 他沒筆也是看過密件 但是他會轉個技巧 對 他會轉個技巧 然後打你的弊案 讓你讓你痛不餘生 可是他自己沒事 可是那你需要 為什麼要犧牲這麼大 第一個大家覺得說你很衝 那你很衝 可是我覺得某程度 你很無知 你很不遵守國家的這個制度 你沒有這個做立法委員 我坦白講 你不能自己自行解密啊 你是你有單位 你有權利解密嗎 就是當然當然不喜歡 需要新人會把他罵成這樣 什麼就不小心 還是蠻多的 所以來議員還是有很多人 很多啊 你問中間選 到底可以同意做文 中間選民 對啊做民調才知道 也不是說大家講的算 但以我們國民黨立委來講 譬如說像李韻秀 就非常支持許豪欣 他就說 那李韻秀敢不敢呢 你敢不敢 我敢啊 我敢啊 如果沒有這個資料啊 如果我認為那資料很瞎 我有拿到蔡英文 如果我們馬上公布啊 連秀是說他為了打許豪欄 他是說他就是為 為許就賴跟為許就柯 就是說民進黨現在請全黨之力 去打那個許豪欣 其實是為了掩飾像柯建平施言嘛 因為柯建平說 0403大地震是老天有言 他已經道歉了是嗎 他道歉是九成在罵國民黨 一成說你們如果這樣誤解我 我也認了 一步好像很委屈的感覺 而且那個根本就不是口誤 口誤是你講的話跟你想的不一樣 他是直接講出心裡的話 非常冷酷無情啊 那護賴是 護賴就是因為賴清德自己講說 也是跟柯有關啊 因為賴清德現在 現在都說什麼 閣員要同理心啊 然後閣員要好好做事啊 沒想到柯建平講出這樣的話 所以 所以這個 所以等於是柯建平就打臉了賴清德嘛 所以趕快把這個焦點把它鑽一 他這有說好舊的我請問你 有啊 江啟成我還是要講 江啟成真的沒有罵許豪欣 他前面有一個前提喔 人家問他說 支持許豪欣這樣問證方式嗎 他說一百一十三個立委 有一百一十三種問證方式 每個都尊重 他沒有說好或不好 所以雖然說以前沒有看過 許豪欣這種問證方式 但你不能說他錯 對不對 他還是尊重 所以他沒有講 而且他講完 我剛剛講那段話之後 立刻就說 他認為這個列為密等是有問題 然後他才說他自己的做法 這個為什麼 你以為通通不密件嗎 通通不密件嗎 這為什麼跟我們看到的報導 可能你講的是前段 但是我如果給各位看 江啟成還強調 不管是哪種方式都必須秘密進行 不對媒體公開 對啊 就是前面尊重是一件事 我也不認為江啟成會抓著誰來打 即使是民進黨 如果今天有這個正義 我也不認為江啟成會說 你就怎麼樣 我不認為 但我現在講說這件事情 其實應該單純化 他不應該變成說 我支持許小新 所以我就應該他的東西都是對 我今天只要質疑許小新的 就是你反對國民黨 你就不是國民黨的同路了 我覺得用這種政治的切法 是很糟的 所以我剛一直強調就是說行政部門 在這件事情上面 因為每一個行政部門都會有核定 這個所謂的公文的這樣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權限 你可以去質疑說你不 你不可以濫用 但在你還沒有去推翻這個規定 跟制度之前 現在江啟成的說法 你前面說他有沒有反悔 他有沒有覺得說被誤導 請江啟成出來說 不要什麼私底下 我們聽過太多誰誰誰私底下又覺得 我又受了委屈又怎樣 不要來不要用這種 按照現在講江啟成講法就是 因為他其實有講說如果是他自己 他沒有說一定徐曉青對或錯 這個我必須講 他沒有在媒體前面說徐曉青不對或支持 但是江啟成他就講說 他會先請部會到不公開的指定地點來說明 後面才有巴巴巴巴巴 然後他有講不管哪一種方式 都必須要秘密進行 就這麼簡單 你風格是一回事 但是你這種風格 你不能夠掩飾潛在的 這可能的這個問題啊 譬如說你這你整個你對於這個 你作為議員 你知道這個南松山地區的開發案 你知道吧 因為你是這個地區的議員啊 然後呢 你突然在二零一百零九年 哪一年就三月七號買了這個房子 二零二一左右吧 二零二一三月七號買這房子 然後呢三月十五號 你就開始主持這個所謂的南松山地區重大開發案 雖然這個是里長摳的啦 就是說里長有這個什麼 大概什麼有這個都根的簡報 大家來開會會怎樣啊 然後你看許曉昕 這個也幫許曉映 許曉映也在群組裡面嘛 然後你要去參加這個 這個這個開發案的討論 這個開發案是怎麼樣來的 這個開發制全部都是衍生精華層的 這個所謂容積率擴大案 所衍生出來的這個容積率 那你就說你你這個你作為一個立法 那易小威至少沒有在這個地區買房子啊 那你買那個房子 我說實在像這樣的都根案 金華城也算了 金華城都根的已經討論七年 快幾年了十幾年 他說他被壓迫三十七年 那你就知道說這個地區的都根案 按照市場的氣氛了 八成以上都被建商掌握了 你可以嗎 然後大家也快要覺得說這個八百四十 趴的這個容積率已經快要出來 這個都根案是棘手可得的 你在地法院看了這麼多 曉欣這一次的做法 是真的有一點照鏡的感覺嗎 我覺得他這次做法 基本上是過頭了 為什麼這麼說 這個有關建立促進烏克蘭這個備忘錄 其實跟捷克簽的是兩份 一份是在去年簽的 他是重建關鍵基礎設施能量夥伴關係 那徐曉欣公布的也是跟捷克簽的 他是初級醫療照護能量夥伴關係備忘錄 所以其實前後是兩個備忘錄 一個是在上一屆 一個是在這一屆 這一個文很簡單 外交部是以密件送立法院 立法院收到密件以後呢 開始引印關係文書 擺在信封套上面打個密字 送到各立委辦公室 這是流程 那什麼時候 院會交付 是2月23號 今年的2月23號 2月23號 他是一個查照案 所以他是比照行政命令 所以他交付什麼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議 許曉欣是哪一個委員會 外交國防 答案就很清楚了 你有疑慮應該去外交國防 你應該要求召開 你應該要求召開秘密會議 去詢問 這才是正常管道 2月23 記住2月23號交付 換言之五月底 三個月審查時間就要過了 如果沒有審查 就自動生效 那 許曉欣你為什麼不選擇在 外交國防委員會 而選擇在臉書跟開記者會拿出來呢 那被告成立的可能性會不會高 我認為有成立的可能性 有成立的可能性喔 那你說這種密件 立法院關係文書密件多不多 其實說實在話還真多 你譬如說台灣跟新加坡簽訂貿易協定 跟各國簽的貿易協定送進來 只要跟其他國外簽的備忘錄協定 幾乎送進來都是密 那國防外交的機密預算是 我們常說的紅皮書 是外交部跟國防部 一個一個委員會送 上面每一個委員都有編號 比如說 我今天送到洛芳那邊去的 編號是001 請你辦公室在001下簽名 你一流出去 001辦公室流出來的 顏洛芳辦公室流出來的 002辦公室流出來的 但是關係文書沒有任何編號 都OK 關係文書就出去了 那今天最簡單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許巧欣是你因為你當立委不久呢 還是因為你現在深陷了太多案子呢 突然發現二月份有一份這個文 我看完 而且他講的內容 幾乎是備忘錄的內容 不僅拿出來看喔 他質疑點裡面都是備忘錄的內容 你剛剛講的後面 百分之三十啊什麼 哪個是備忘錄內容 你剛剛講的後面那一段 你說後面那一段 是因為他最近案子太多了 然後突然發現二月份有這個 你的意思是 因為綠營有人在記 像許書畫他們這集說 你是要轉移交點嗎 你也會有這個集嗎 如果 如果徐曉星如他自己的問證情況 那你二月份就應該有發現了 文二月 我相信是在二月二十號左右 就已經到你辦公室了 OK 那今天幾號 我原來快三個月了 連那個 連那個審查期都已經快過了 三個月了 你今天突然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那你想想看 三個月的文啊 三個月的文 你那個關係文書擺在那邊 你還會拿回來看 你還會拿出來看裡面的內容 然後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移轉焦點 當然是他其中一個目的 對啊 剛才一夫講這段小平 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質疑點 因為不只綠營 如果一夫剛才也就是說 從時間點來看 早該拿出來或什麼 這些是真的要做這樣 可是再怎麼樣 一夫剛講的一個重點 就是秘密會議 如果外交國防委員會 想要獲得一些資訊 那我就開秘密會議 召開秘密會議 我要求召開秘密會議 你們來告訴我 我懷疑的地方到底是什麼 但是我是開了記者會 或在臉書上面公佈這些 反而小青現在變得被告 或什麼這些 當然你說告的成語不成 那看法院到時候去審理 可是光這個過程 對他來說 這不是另外一番折騰嗎 第一個徐曉青很有勇氣 他是蜜歡 蜜歡只有十公斤 老虎獅子也不敢吃 他有戰力 好就是我們希望多幾個 像蜜歡的個性 跟民進黨在對抗 政治攻防的時候 第一個第二個 徐曉青的YouTuber 跟所有的政論 而且講他為什麼樂此不疲 有收視 不管藍玉都有收視 可是我們可以有收視 但是他不用把自己貼上去 對所以簡單講 他不必不需要另外一個大的案子 而維持聲量 維持那個對抗度 維持他是第一女戰神 在國民黨裡面 他聲量太大了 我覺得他應該 像當然過了三個月是一件事 應該是如果需要補充聲量 他不紅的時候 儲良啊 再把這件事情拿出來 還打就好了 因為他現在已經 我覺得已經很強了 現在已經OK 可是這整件事情 他會出現另外一個 你看小青的回話 身上沒有污泥 沒有傷痕的 算不上將軍 意思這跟人家講說 所有對我的告訴跟污衊 是我的勳章 類似的道理 意思就是你們打 只會把我打得越來越強 鍾小平 你有這麼多勳章掛在這嗎 沒有 誰有這麼多勳章 只有他 會不會反而把他打打 案子審到最後 會不會定念有罪無罪 其實我們大家都法律人知道 大概還要好久 但是中間過程 他的地位 他在萊茵的地位 各方面 會不會越翻越高 我借用他這個比喻 這個身上很多傷痕 很多污泥的 也很多都是罪犯 不是嗎 就是你在外面 魚肉鄉民 無惡不作的混混 也很多傷痕 傷疤在身上 所以今天這件事情 回歸過來 我認為啦 許小新立委 他就是為了金蟬脫殼 所以呢 又搞了烏龍連連看 因為很聳動啊 你連還連到國外去 對不對 哇這個天大的弊案啊 外交秘藏啊 這個疑雲炒作出來之後 他那個詐騙那一百萬 都還沒搞清楚事情 大家不討論 那可問題是 現在的許小新立委 他的公信例如 對不對 我們想說你很會揭蔽 你很會打聽 你怎麼沒有打聽到 你家裡有詐騙集團 你很會揭蔽 你很會打聽 你怎麼沒有打聽到 你家對面那個金華城 有一百億的龍基的疑雲 龍基的弊案 你當臺北市議員這麼久 你怎麼沒有出來揭蔽出來喊咖 你說哦 我現在很會打聽 打聽到這個歐洲捷克烏克蘭 怎麼樣怎麼樣 哇拜託 剛才這個活化史已經講了 你當個立委 其實要監督 這是天津第一職責 要揭蔽那是理所當然 但你尋正常管道 把密件公布出來 算什麼正常管道 這個密件議案關係文書 立法院裡面 一百一十三個立委都有 包括國民黨 長期在國防外交 馬文軍 江啟臣都有 那為什麼他們不學你 許小新開個記者會公布出來說 天大的弊案啊 因為人家知道說國防外交 不是這樣搞的嗎 你這樣子搞 在你還沒有能夠接任何幣之前 我們的國家利益 已經被你當祭品 我直接坦白想就是這樣 泄密有兩種 一種是私底下 我拿了一個密件 我是間諜嘛 那我給偷偷給敵人 對不對 這是泄密 還有另外一種更可怕 我拿了個密件 我不是直接給敵人啊 我運用我的特殊身份 比如說我是立法委員 我有言論免責權 我又有接幣大旗的時候 我把他公布 我把他公布 那這樣好了 公布之後敵人也看到了 更可怕的是朋友也看到了 朋友看到會怎樣 哎呦原來跟臺灣做合作這麼可怕 那你們還有個立法委員 會把我們這種理當 支持在檯面下的合作 先到檯面上之後 我跟你台灣合作 你還來反控我有貪污喔 我還要被你台灣內部的政治鬥爭波及 以後我們的國際友人 誰敢跟我們做這個朋友 誰敢幫我們這個忙 我們跟捷克沒有邦交 跟烏克蘭也沒有邦交啊 許小新想要算網購一樣喔 下單直送喔 我們當然是會透過一些願意協助的人 去做這種國際的援助 去幫助人家重建嗎 那許小新立委你有問題 機密會議你可以問到保 你正常管道可以問到保 可是他選擇的是一個 我覺得絕對錯誤的方式啊 他拿著真的密件出來編假的故事 講白就是這樣啊 我拿著一份合約 喔這是市府跟廠商簽的合約 是真的喔 然後我就開始扯市府誰誰誰有收回扣 這個不一定是真的啊 許小新立委他質疑的 我看了他質疑的內容 他是直接質疑到 有沒有人收回扣這件事情 他請問他的證據在哪裡 他跟詐騙集團還有金流耶 他都可以切了一干二淨耶 現在他手中什麼都沒有 他就直指人家外國人可能收回扣 欸這算什麼連連看 而且今天他還好意思拿說什麼 啊外交部一下說我編故事 一下說我洩密啊 到底說是真的假的 很簡單啊密件是真的啊 可是你沿著這個密件 不斷編出來的故事當中有假的啊 我覺得選一個立法委員 人民期待的是說你本於直選好好的監督 但絕對不是說你打著街壁的直拳 作為幌子 在那邊一個一個密件公布出來 我非常擔心這個成為一個惡例 對 對